以前機車95加滿要100多塊 現在只要71塊 國際油價持續往下跌 現在連98汽油一公升也不到20塊 以前還沒有降的時候 大概1400 1500左右 那現在呢 800多 110左右 然後現在86可以加滿了 價格真的差很大 但就有人好奇發問 一般汽機車大部分都是加95 但現在油價這麼便宜 也想讓車子改加好一點的985000汽油 因為我習慣都加95 我沒有特別想加價 所以不會因為比較便宜 想要改是不是 對 自己會想從95加到98嗎 那以後可以考慮看看 怎麼說呢 看看車子加起來是不是 有比較哪裡不一樣 有民眾想試試 還有人說油價變便宜 應該讓車子吃好一點的 甚至還有人說98跟92混著加 效果跟95差不多 真的嗎 沒有這種說法啦 沒有說什麼 你一下加92一下98 混起來就95 就沒有啦 基本我們建議就是 你固定加一種就加一種 那不要換來換去 加95然後還要變到98 這樣OK嗎 基本上不建議啦 對啊 因為98對摩車來講的話 它工作溫度太高 你長期都加98的話 對引擎其實有影響 那氣門有可能會燒掉 業者表示要符合原廠設定 效果才能達到最好 汽油9298混著加 效果恐怕會更差 抗疫期間油價狂跌 專家提醒可別因為一時的便宜 讓車子有損壞風險 三線新聞 你們這裡會 台報道